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不下去的运动痴运动狂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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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彩芸 我是尚华 欢迎收看 全明星运动会 这一集的大海宾请到的是 夫愿爱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你想要问一下小艾啊 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哦 小杰很多的观众都说 她当红队的领队太温柔了 她私底下真的是这样的个性吗 我觉得这次拍 她还蛮严厉的算了 已经严厉了哦 对 平常更温柔啦 没有了 可是小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小杰非常投入在全明星运动会 甚至其实她都已经搬到台北来吃了 对 在家里面也会跟你讨论我们节目吗 她真的是赢跟输 就是真的差超级多 很在意吗 对 然后回来之后她那个脸 就是比如说就是真的是连败的时候 一回到家 我想说完蛋了今天 就是回来之后就一个黑暗的 就是几天了 比她自己在比赛都还要更认真 真的就是现在 就是开始拍这个节目之后 搞得像就是备张奥运的感觉 那一天就是很紧张很紧张的状态 对 真的秉持着运动人不服输的精神 那宏兰两队在上一周 正式比赛的第七周 水球项目是 蓝队获胜 铁饼项目是蓝队获胜 跳远项目也是蓝队获胜 能给他们技术都放在他们身上了 说我真的真的 会走不出这个球馆 我们遇到他的专业 然后我们还能够赢的话 那我们就太厉害了 我们现在就是期待 创造奇迹 水 水 水球的不错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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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喔 不急喔 决胜会是三女生的底 他们都一直持续在进步 耶 可以 这是标准型的一个设法 就拿到九分 哇 先射手来这回去的比赛了 他们真的超棒的 今天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我真的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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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他秒数现在是动蓝队 现在就是蓝队要发射 对 然后看他是比什么赛 就是在跳的时候 对 然后一次都 一次 然后如果是左下角的 中间那个是风向 然后他在蓝队的字样底下 那里应该到时候 会跳平色的数值 还是偏高 还是偏高 我们的教练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指令 不管这一件或是下一件 表现得怎么样 每一件都是新的 脸上不要有任何的表情 情绪要非常的平稳 这才是一个射箭的人 该有的态度 好 这个准分 哇 好厉害喔 好 9分 第一次射箭的话 分数大概在40到50之间 51 哇 51 51分 54分 14分基本上是 太猛了 好 没有啊 我54喔 不是 我是男嘉宾 不是表示你的美食 55 55 我现在也只有射箭有信心 我起的项目都没有信心 然后 我自认为我觉得蓝队最可贵的 就是那个团队的精神 跟相处的一个情感 我觉得我们就是用团体战 今天射箭 Kimi先休息 然后你们三个出赛 没有问题 好不好 那男生的话 那当然主要是以雨薇跟西西为主 那我觉得 那今天的话 因为大家都还有其他的任务 那所以我觉得射箭就让余晨来 OK 好不好 那余晨因为我觉得她其实 比较属于比赛心的 所以她的比赛会激发她的那个 对签 然后我们女生就 阿乐第一棒 然后芳云第二棒 好 起起第三棒 好 对 好 男生的部分 浩哥没问题 浩哥第一棒 好 开如先锋 好 所以第一棒是比较稳定的 稳定的人会出来的 那第二棒 阿昌 好 雄云 然后第三棒我想问一下那个 久泽哥你现在状况 就是刚才射完的感觉是什么 刚开始真的有点的不稳定 最后是OK的 久泽哥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有 有 可以 有没有 没事 原来是这样 怎么变成的 不是 不是 OK 阿叉 不是 3 nice nice 第一次去射箭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这边练习的时候 都有装上瞄准器 然后第二次 突然射到一半的时候 瞄准器有人来收走 就把我们瞄准器都收走 我们傻眼 那时候 我们就下定决心 我们不能被瞄准器给束缚住 勾一格 或者是顶在最上面的人 往下一格 往下一个手指跑 一拳 在这里 中指 所以带下来 对 但他的箭的头 去瞄到黄色 现在还是有风 还是没他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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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到黄色 射到黄色 就是 好爽哦 等头 那你要选 我们我们后线 好 OK 那待会我们有风格线 OK 红狼两队要进行男子组的射箭比赛了 现在射箭比赛其实它的规格 非常的严谨 由裁判来宣布整个流程 红队的第一棒是我们的 姚圆 好 GO 好 好 好 第二棒是我们的 阿琪 阿琪 好 好 好 第三棒是我们的 李九的 天琴 好 好 第二棒是我们的 团队第一棒是我们的 周宇辰 好 好 好 第二棒是 何欣 好 欣賞 好 就没人照看欣賞 吴宇辉 好的 现在呢 比赛要准备开始 红队先来射 第一棒姚圆昊 已经到了准备线 应该到了发射线了 第一键 第一键 风真的好大 对 其实风速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准度 对 8分 其实姚圆昊平常私底下练习的时候 都表现得很稳定 心理素质也很好 这是蓝队第一棒邱宇辰 邱宇辰呢 据说他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 只要惹到他 他就会欲强则强 这一分钟时间 哇 YES 哇 你看 这个应该是有压到9分 对 你看我就是韩宇强得奖吧 刚刚姚圆昊设了8分 邱宇辰就是要再比他高一点 而且他射之前点一下头 就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 然后把这个心忍下来射进去了 邱宇辰 对 第二支箭是7分 有一点偏调了 所以大家射得蛮快的耶 是 其实他们都没有犹豫太久 对 一阵上发射性就出手 对 蛮果断的 邱宇辰 邱宇辰 他第一箭是9分 那这一次他们都是拿反曲弓 就是越拉那个弓会越重 但他抗风能力也会比较强 这一次邱宇辰也是7分的位置 7分 所以目前邱宇辰还是领先 对 遥远昊的第三支箭 有点下雨耶 现在更是有点微雨 对 太阳雨 对 太阳雨 可能是台风来的时候的那个雨 是 遥远昊的最后一支箭 遥远昊 然后就 晶晶可能也是风比较大 邱宇辰如果还能够抓到他的 第一支箭的手感的话 就有机会在这个男生的第一棒 就先取得领先了 我是天才 来 OK 我们第一回合结束 最后仔细地检视 那个箭如果是压在线上 再来评判最终的确定的分数 是 但是其实他如果压在一个 两个区域之间 会以高分的区域来做计算 抛太久了 所以刚刚没有打到这种 非常好奇的表情 喜欢上这种 很自在 然后很安静的感觉 我跟上 我蓝队太长了 就我们感觉挺好的 OK 第一棒的错 我们第二棒的选手 是最重要的 第一棒 目前蓝队是领先的 蓝队的将军就是25分 第二棒 红队则是22分 第二棒呢 现在红队的选手是阿叉 蓝队的是夏和熙 熙熙 我有偷偷问了一下 熙熙说呢 她平常练习的时候 她的分数都集中在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待会熙熙 有没有机会也是 有发挥出平常的实力 哇 现在风好大喔 彩蛋友真的还蛮体恤的 对 因为现在这样真的是太难 去抓那个准备 这什么预兆 我们还屹立不遥 我的时候 你给我再过去吧 你给我再过去吧 不能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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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棒要上场了 是 她号称自己是蓝队的 精灵弓箭手 是不是很有那个feel 我觉得都很像Q的 哇 阿昌呢 她所采取的是 不忠 瞄准劲 他们不带瞄准劲 用箭来瞄准 那必须要有很强的 肉眼的那个能力跟直觉性 阿昌已经开始计时了 只是说现在一阵风过来 所以她在等 没关系我们每一支箭 都有一分钟的时间 还有十秒呢 只剩这样十秒 那要出手了 阿昌 对 小爱果然是运动员出圈了 对 也好重 非常观察到 箭了 编了 这个大概在2分的位置 对 2分 可能有时间的压力 对 心还没有定下来 但一定要射出去 像那时候一慌张 就搞不好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 有时候这个时间压力一来 仓皇中放箭 结果就会偏掉了 贾河溪第二箭 还是稳稳的 在蓝色的区域 好 轮到阿昌了 要把握第二支箭了 这边呢 可是这个没得喊暂停的 不能喊暂停阿昌 我觉得阿昌真的是刚好 它要射的时候 风都很大 这个它太难抓了 因为其实它刚刚那一件的偏移 其实也是跟这个风向 有点关系 对不对 因为它是偏在比较柱下角的位置 剩下五秒的出手 哇 阿昌谁出手了 但是好难抓 啊 结果也是一样啊 天敌两分 那个风真的是 很讨厌 其实我很紧张 因为 它在射的时候 风非常的大 其实我也担心 会不会风没有停下来 不急 加油 阿昌加油 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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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没有风啊 喔 阿昌 喔 戴来宾服怨爱真的 运动员出圈就不一样了 马上说没风了 这时候可以把握时机 但是如果是准备太快 手也会酸 所以真的要保护我那个机会 对 戴上 这个不错 发挥了他的实力 8分 哇 所以最后阿昌的加总分数 是12分 我不敢有那些借口 就是说风大什么样大 都不是个理由 射烂就射烂 下合期是16分 那在经过了前两棒之后呢 红队目前的累计总分是34分 而蓝队是41分 來 走 哇 所以呢 现在第三棒要上场 胡雨薇 红队的李久哲 OK 可以 李久哲 哦 李久哲的心 李久哲的心 好快 李久哲的心 徐晨 15分 幸運中洪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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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局帮洪队翻回了不少分数 三 不過呢 胡雨薇是 哇 又直又深 9分 李久哲這一件 非常關鍵 是最後一件了 因為現在紅隊的分數 是落後的 對 趁這個時候 趁這個時間 穩穩地射出去 我覺得應該 選手們心裡 是只有四十五秒之間這樣 結果李久哲這一件是 加在紅色 藍色 還帶大筆都飛出去 Yes 胡予威是在 大概是七分 七分的位置 紅隊十六秒之間 藍隊 我們六十五秒之間 會 1 2 3 KEEP ROO 好 重點 好 重點 是開牌 願意我們先進 射過去就好了 Yes 老闆加油 你們很會子 準備 來 3 1 2 3 KEEP ROO 來吧 我覺得我們藍隊也沒有百分之百 來發揮到我們的吃力 真的不要掉以輕心 還是要專注 他們今天發揮出來的 不是他們練習的時候 發揮出來的那個狀態 你除了輸掉的時候 那個很歐的感覺之外 你會覺得很可惜 We can do better 我們可以更好 我們可以更好 拿這個 拿這個 拿算啊 可以 或是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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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已經看 你先算 沒有 沒有 團訓練也做得非常非常出動 就是 跟對手比 我們就把每次見過聖 然後放進手 聽昌溪 好 OK 你剛剛沒有帶護臂嗎 你剛剛沒帶護臂喔 我有啊 也是會彈到對不對 你看 你看 我不要跟我對手 我們是樹敵 我們是樹敵 牽著他去 那個是阿秋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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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瘀青流血 好熱鬧 沒有 沒有 你 怕痠痠痠 你腳已經受傷了是不是 腳會好 我們跟你對決 你越樹敵 不要 賣環 賣環 我們先來介紹我們的選手 我們紅隊第一棒 是我們的阿樂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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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棒是我們的 阿倫 漂亮 第三棒是我們琪琪 GO 第二棒是我們籃隊第一棒 安喬喬 第二棒凱莉 第三棒黃瑄 耶 女子組射箭 紅隊第一棒是阿樂 藍隊是安以喬 女子組呢 他們用的反曲弓了 當然棒數比較低一點 大概是20棒左右 但他們的射箭距離 也比男子組再更近了一點 是10米 阿樂的第一箭 阿樂的第一箭 哇 有 其實有 現在輪到安以喬的第一箭 哇 哇 真的不能猶豫啊 他射在 紅黃的交界處 所以藍隊是持續在領先的 所以藍隊是持續在領先的 哇 哇 阿樂 Let's go 好好看 嗨 我們的女生準度 都很強耶 差之毫里十之千里 那個真的不到一公分啊 對不對 真的 這是九分跟十分 安以喬的第二支箭 哇 哇 天高了 瓜哥 天高了 那個天高了 六分 六分 決戰第三支箭 阿樂 這一箭十分 好棒 漂亮 他的準度 非常之猛 所以 小愛說 他希望可以自己先射 這個時候 對 我是喜歡 就是不要干擾別人的結果 也不錯 是紅色的範圍 他要經過拔箭 要經過仔細的 近距離的去檢視 對 都有成績 女生目前表現出來的成績 似乎是更勝於男生喔 嗯 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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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第二棒 藍隊凱莉 紅隊方芸 方芸 站上了發射線 方芸用的是二十棒的弓 而且方芸呢 他是用 有用瞄準器 哇 對 哇 好棒耶 九分 九分 九分劍 其實的部分 哇 這個瞄準器 讓他的準度 是更加精準了 凱莉的第一劍 神神吸了一口氣 緩緩吐出來 靜下心來 瞄準 對 對 我們這個安全措施 包括射箭使用的 護胸 護臂 直套 都缺一不可 耶 可以 你這個褲子好多 你現在要幾次 你現在要幾次 那是誰 我沒有 他很差耶 對 阿樂 阿樂很怕 因為他那個偶像 那個小艾老 對 我今天是我穿黑色衣服 所以還是 沒有 沒有 還是要公典 我覺得是要公典 一回到家 可能就是靜的眼睛 對 他已經不是 他已經不是我老公了 是紅隊的領隊 他不是我老公 這個節目會 影響到我們的 正常神 人中不必只套 有缺一不可 耶 哇 這個也是九分 九分劍 兩個女生都捨住了九分劍 因為就是這個弓啊 拉越久 他會棒數越重 因為就是這個弓啊 九分 耶 黃雲連續 連續兩支九分劍 五支劍都是九分 哇 其實 如果剛剛 希希跟阿倉的那個 在射箭的時候 風跟現在一樣穩定的話 就更好 OK 有點偏 好 光明的第三支劍 他前兩支都是九分 他要更上層樓就是 十分了 他現在要追尋的 就是 十分 因為剛剛阿樂 頭腿的阿樂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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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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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分十分 那個時候我就是有妙下 趕快自己平復下來啊 不要再看了 不要再看了 他們真的很厲害 好 拉滿功 放箭 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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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很不錯吧 七分劍 所以目前呢 紅隊是領先了八分 七分 七分 這邊已經站上了發射線 摒棄名神 瞄準目標 光線速出 九分 九分 來 太好了 太好了 紅隊的女將 射箭表現都很棒耶 輪到藍隊的王瑄 三分 現在風應該有稍微小一點 他瞄的時間比較久 七分 七分 應該紅隊的壓力越來越少了 對 因為紅隊現在已經領先了 十分的優勢 是 九分 好穩定喔 而且 他兩支劍的位置非常的靠近耶 所以他的集中度跟穩定度 都是相當足夠的 所以王瑄現在第二支劍一定要九分 如果低於九分的話 他們就要輸掉比賽喔 不過他現在還有點時間 可能可以等待一下下 黃瑄這一箭 只有八分 只有八分 累積到目前 齊齊要射第三支劍之前 紅隊總共加起來71分 領先了11分囉 會不會鬆一下 好 我們看這第三支劍 有有有 有龍瑄一直累進步 他的第三支劍也有九分 九分劍 我覺得我沒有剩下十分 我覺得 好棒喔 齊齊她 她自己一直說她沒有十分啊 什麼的 拜託 很強好不好 我一個十分 我這樣二 六 九 十 也沒有贏妳好不好 算數好一點耶 剛剛我跟阿樂是超後怕的 在場上看起來很穩 你射完 我下來這樣 後面才在害怕 你看我們要看得一心二十分 表現很好 好棒 對啊 好棒 很棒 謝謝 藍隊今天的女生 她們的表現都是在練習的 水準之上 但沒辦法 你們遇到一個 女生更厲害的 她們今天女生就射得 比我們來得更好 神射手來得可以去比賽 因為你也射完 不是 不知道要幹嘛 我也射完直接回家 直接回家 直接回家 好 下次再比一次 好 你們三個 你們三個 三個 三個 你們幹嘛 你講完了 不要碰我 我都可以 不要再掌 必須要練什麼 你都必須 我們一定要練 你看你這樣 練什麼 我們把弓箭都帶回去 放在神明桌旁邊拜拜 下個禮拜待去家會 看看就沒有不一樣了 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射箭的頒獎典禮了 那還是要正式介紹 吹一擊的大來賓服務員 小愛 歡呼聲不絕月耶 對 紅隊的領隊姜翁姐很熟吧 這位大來賓 滿熟的 對啊 好熟 先講男子組好了 你印象深刻的選手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雨晨 第一棒 然後就是整個比賽的氣氛 還沒有抓到的時候 就是他射之前 他點一下頭 然後就是 有點安撫自己 然後 把拿出來自信射出去 女生的部分呢 女生是我覺得 紅隊女生真的三個都 一個比一個厲害 對 然後尤其是阿樂 對 好開心耶 因為 因為 就是紅隊現在是 暫時是 小粉 小粉 什麼 這是什麼 很看姐妹 對不對 你對於紅隊的這位領隊 在那個時刻 他發揮出來的 有什麼樣的評價 因為剛好擋住我是抗亂 一次兩波尖精也起來 對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頒獎 先頒發射箭 男子組獲勝的是藍隊 對 小粉 來 來 來 代表大女爹 你們平常有那麼機體嗎 兩個人才可以握手 你們可以握手 可以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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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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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我們要頒發的是 射箭女子 獲勝的是紅隊 謝謝 好 好 等一下 我希望 紅隊領隊也來領這個獎 對 好不好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頒獎 我們要看這個頒獎 這個畫面 回家 小愛幫我們頒獎 為什麼有人喊親一個 對啊 要親什麼 兩個尺寸L 尺寸跟XL 是綠的 我跟你講你們都有 只有阿潘沒有 對 你們都有 全部都有硬了這樣 謝謝 謝謝 我幫你們穿上來 讓你們下次可以穿綠隊的 哇 綠隊的 漂亮 哎唷 帥唷 其實現在在準備的東西是什麼 對啊 我在準備我們出路的衣服 要給大家一起可以穿的 因為接下來天氣變冷 所以我就幫大家做的帽子 都有每個人的背號 我先來放 然後我們的位置上面就 每個人的背號就會在上面 哇 超有感覺 這個好像很可愛 每一個人都有 我們現在所責的位置 是在國立體育大學的體育館 紅藍兩隊要比拚的是排球啊 沒錯 這一次我們同樣採取的是 三戰兩勝志 那每局呢15分 先達到15分的隊伍極為勝方 那麼呢在藍紅兩隊都各需派 一位女將上場 就看誰最後能夠勝出囉 再現場 好 YES 先攻 狂地 我們這邊就好了 這邊嗎 OK 好 謝謝 好棒喔 好棒喔 姐姐妳感覺比較 比較緊張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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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的 排球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對我們自己 其實是很有自信的 我覺得也是 紅隊一直很想贏 藍隊的幾個項目之一 再加上 我們有了婷胡的加入 那婷胡我覺得 他在高度上 跟在運動能力上面 都非常好 好 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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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第一次團隊 然後我覺得大家 真的有時候感情非常好 然後呢 在彼此之間 有非常多幸運的感情 與團體 然後讓我覺得 整個團隊的心情非常好 所以我可以給亂加亂 排球 因為我們上次已經輸了一次 我們真的 真的很積極 在訓練排球這個項目 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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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者 跟那個誰搖圓號 你看他們兩個誰發球比較好 立哥 那他在1號 他先發球 他們現在排的優異是 讓會打的人 去夾比較不會打的人 有點像是保護的概念 加新品這樣 你們覺得你們自己做 表現怎樣 表現不好 你們輸幾個獎盃 三個 目前三個 那怎麼辦 這次會贏嗎 不會 老闆我知道錯了 沒有贏就解約 第一球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脫高 喊出來誰可以接好 脫高 就像上次教練講的 我們對排球 就是穩大 穩大 慢的 我們節奏不能跟他 很快 慢的 然後剛剛看起來 前面那個誰停步 他的前面之後他會一直跳 對 對 可以 後面如果我們前面在風浪 後面可以補上來補位 可以補上來補位 可以補上來 因為他一定會補球 好 對 恭喜你們 好 沒問題 然後一定要講話 好 講話 然後要小心不要錯 對 不要錯 然後發球不要踩線 沒錯 好 發球的時候我覺得 要每一次發的時候 就硬要 這樣子 我覺得後面一點沒關係 我們力氣夠大 這樣也沒關係 好 一 二 三 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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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隊先發球員 有夏和熙 鄭毅 張廷虎 胡宇薇 比利 以及王瑄 紅隊的陣容是 林九折 孫祺均 阿樂 姚元昊 方芸 姿姿 三點兩陣子的第一局比賽開始 由藍隊夏和熙先來發球 第一手發球過來 來 這個二傳 好 講話 太好了 好 好 直接滴血了 攻擊 張廷虎 加油 他有兩個手 對 就直接跳往前 藍隊的新戰力 張廷虎 彈跳能力非常驚人 上次跳遠跳了536 創下龍大會紀錄 OK 好 我們先就接發球 兵不理想 彈跳球 是 紅隊竟然沒有把這個 球衛進來 球衛進來 加油 藍隊 藍隊開局 就已經先搶下2分 先遲得點 喬衛剛開始看這幾球 就很刺激了 真的 我都想上去就是接 雖然我不太會 謝謝 九折香這位子 看更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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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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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每次那個是會是教練 這一個殺球 藍隊得分 紅隊趁你 紅隊有人觸到網子了 一定要注意容易犯規的 包括觸網 持球時間過長 或者是月線 藍隊發球 發得相當高 一九折 接發球不錯 滿穩定的 來 姚元昊左手把球拍過去 藍隊的前排三位選手 是有著身高優勢 加油 好球 這個單手就球 就是接發球 你接發球要有穩 才有後續的發動攻勢 上手發球 一樣你想要掉小球 想要發短一點 球線短一點 都不容易過往 這一定要過去囉 西西 西 加油 胸襯球打得不錯 這個二傳也偏掉了 紅隊直接 這個球殺出接 加油 來吧 攻擊就對了 攻擊 加油 加油 好球 你跟小艾緊張成這樣 太可愛了吧 好緊張喔 這個排球 加油 OK OK 好球 雙方掉來跳跳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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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發球滿有質量的 楊昊昊真的做得滿穩的 有 西西這個球做得好啊 好 這個球變起來 要修正球了 姿姿可以殺 結果 被張庭湖籃網哥分張庭湖 在往前 果然是有身高跟彈跳的優勢 是 張庭湖他其實不管是籃網 或是殺球 他頭都可以超過那個網子 彈跳力真的非常的驚人 藍隊 藍隊6比5領先1分 好球 好球 沒有 姿姿 這個球 好多了 對 可惜 所以這個接球沒有接好 其實紅隊 對 紅隊雖然是女生比較多 但是女生真的必須要發揮 接發球的穩定性 是 攻擊叫做男生籃 這個球發到非常的高 直接看投球 紅隊小姐喊暫停了 終於嗎 對 好感動 服務員愛 要跟她的先生 江洪傑要來一場表演賽 殺 小愛 殺 再殺 江洪傑救回來 再殺 再攻 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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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快樂的那個時間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打桌球 他們戰術都是一樣的 我們就注意一下就行了 如果是很快 對 不要自己想 對 心理壓力OK的 團隊合作 加油 紅隊 小愛 一直是比15分的 對 對方藍隊已經得了一半了 8分 15分的一半了 而且最主要就是 剛剛只差1分 現在一拉到3分了 就怕後面的10分不止 而且是藍隊得分的那個球 都是自己 就是最後一個球 也是自己進攻的 謝謝 心情上還是不一樣的 而且要切斷對方的氣勢 讓這個球 沒有打過去 對 6 7 2 Let's go 比利繼續發球 下手發球 比利今天發球中環都滿不錯的 5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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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算紅隊 5 止住了10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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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有特別練 這個側手發球發斜線 王萱剛剛這個發球就還頂好的 很平等 王萱這顆球 可以啦 其實發的球路還滿詭異的 漂亮 兩擊好球 這一球接到而已 結果又送過來 好棒 紅隊得分 左手 她是左邊的球員 不是 希希碰到網子嗎 沒有錯 對 沒有錯 希希趁網 紅隊 連續得分 現在雙方的比數只差距3分 逐漸在拉緊當中 這一球 高空無限 跌過去了 紅隊的機會 1 2 2 1 來 走 好 二傳 這一球上 他被擔作一樣 林教哲 林教哲 籃舞網得分 炸炸實情的籃舞網 謝謝 拿手得分 這球發得非常的挺 救得很好 比利今天表現得很不錯 好棒 這邊沒有能夠把球給撥起來 好厲害 比利往後這樣子還可以 撞球 其實比利今天 他的表現真的還滿傑出的 夏和熙的發球 才一個快發 加油 注意趕快 藍隊在拿1分就要拚排 這一球沒有爬過去 紅綠得分 我以為剛剛很勞力的 要把這一球給救起來 但是前方沒有人 能夠進去 不要急 這一球要把他拚命的 慢慢來 不急 加油 紅隊加油 紅隊發球 藍隊再1分就要拚排了 是 藍隊即將進入橘墨點 直接殺 這球救回來 李舊哲 到底誰打咧 對 這個時候真的會覺得身高好像 的確差距比較大 會有一點點劣勢存在 因為其實 紅隊的身高平均差 的確是滿大的 現在藍隊的橘墨點 已經浮現出來了 藍啊 這一球必須要守住 2萬 1 2萬 2萬 來 西西 左手的殺球 這一球都犯了 藍隊15比11 藍隊15 藍隊15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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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你看 來 來 先下來 先下來 來 這邊就看球掉 大家可以得到 對 不要等 不要等 三戰兩勝 這呢 排球隊決心要進入到的是第二局了 紅隊先發球 來來來 上手發漂浮球 球發得不錯 姚苑浩直接打 但是後面就起來 姚苑浩這一手 他當下的反應就是自己 能夠碰到球 把球拖高 結果反而是 造成了後面的球 也無法接到那個球 來 來 先放著節奏 來 來 比 這個球爬過去 哇 贏結了 最後去 好容易 對 你看 胡以為剛剛這麼努力 想要去救那顆球 因為那個球在網子的上緣 一直滾到底是要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就網了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整個人飛撲下去了 這個球發的路線不錯 誰球直接 直接探頭球 壓下去 有點跳太快 太快了 我以為剛剛是被吹了 踩到了中線 所以剛剛是紅隊得分 加油 來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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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義的發球 誰接 誰接 阿樂 對 一閃 一 哇 結果這個球 沒事 出界了 阿樂接是合理的啦 阿樂做二傳的主球員 因為姚元昊就在旁邊 也可以打 阿樂並沒有能夠接好 高高的墜下來 李舊哲這個接發球 並不是很穩 來 至少打過去 直直把球給墊起來 這一球轉移位置 轉移得不錯 CZ是藍隊的 一拳超人 松正球直接打過去 加油 姚元昊在前排 一夫當完萬夫莫頂 好緊張 這一顆沒有發過 好緊張喔 藍隊很會把這個球做出來 其實他們的這個舉球員呢 是CZ跟正義 姚元昊轉到了後排了 這一球發個漂亮 加油 這一球 我CZ剛剛飛撲上一點 要去救球 我這個球要算姚元昊 直接發球得分頭 CZ球直接發球得分 加油 再來一個 姚元昊是上手發球 他都是專門挑 下個C 回來 台球 已經是出界了 台球比賽規則 你可以跑到對方界外區那邊打 可是你要先打回來自己這邊 再越過網打過去 來 繼續攻擊 好 現在藍隊前進函出暫停了 接發球是在前排 我覺得不一定要在後排做這個球 我們沒有那個後排做球的技術 對 這樣懂嗎 所以不管我第一接上來 第二接在後面的時候 就是過去了 這是比較安全 先不要往後 先不要往後 往前的 對啊 就是 就是 順順的就好了 對 順順就好了 好 暫停接觸比賽繼續進行 目前紅隊是8比6 兩分領先 芝芝繼續發球 我芝芝今天發球得很優秀 芝芝的這個接球 李久哲 李久哲 把球打過去 姚元昊在後排 舉這個球 李久哲直接要掉到對方的後排 芝芝這個球沒有接好 暫停我的彈跳力真的相當驚人 你看看剛剛那一跳 這個球撥得真好 對 一般都是暫停之後的 第一個球 就知道對方的暫停層 最明顯的一顆球 是 紅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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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雙方只差1分 搭了一個滾地球 發球3分 你就折發球 結果掛網 太遠了 第四周的排球比賽的時候 雙方都很容易是 球太高飛 都會出界 今天大家都太平飛了 他們很觸啊 這個探頭球殺斜線 被救起來 有了 好球 加油 慢慢來 8秒 籃隊 籃隊 好 紅隊這邊 現在輪到孫啟軍發球 孫啟軍輕輕一拍 這個球發過來 小顆球殺了非常精采 剛剛正義的這個舉球呢 也是一個非常靈魂的角色 這個就是籃隊的招牌的感覺 他們有一套SOP 然後配合了環環相扣 發得非常高 好球 這個修正 一 一 直撤 壓下去 剛剛很精采耶 姚恩浩 不是這個球 姚恩浩真的被吹了 過往擊球 平手 放得我繼續 感覺繼續 我過 好球 有了 這個球放得是距離萬鈞 是 籃隊 還是把球給打過來了 林久澤把球 對 墊到了後方 林久澤 身體後仰 這個球爬往 擦往過 比賽計勢 推球好幾個來回球 籃隊 出球 紅隊得分 贏了 太極了 紅隊得分 阿樂可以繼續發球 阿樂發的球是距離萬鈞 Nice 阿樂 籃隊 又是出界 搖得好盼 因為 因為直接打過去了 不可以真的打過去了 紅隊 失事得分 阿樂是發球心運武神 紅隊現在13比11 但這個球印 讓藍隊 咬上來了 加油 現在藍隊11分 13比11 紅隊包括了 第四周的排球 沒有拼牌過 就是沒有到第14分過 現在紅隊有機會 第一次聽牌 這一顆 打過來 結果掉在肩內 完備 還有張庭湖剛剛在外面 小庭湖 小帥了一下 小庭湖 這個 叫了 叫了 你們兩個心有靈犀 應該要喊暫停了 那個時間再不叫就已經晚了 我是教練的話 可能再提早一顆球 或者最晚也是跟小姐一樣 如果是那一次沒有叫暫停 然後輸掉的話 我覺得小姐真的是 今天晚上也睡不好吧 前面的人在前面籃網的時候 後面那個一定要補上 OK嗎 然後我們一樣 正常保持就好 沒有什麼不好 全部都很好 然後把這些細節想一下就行 OK OK Let's go 紅隊 SORRY 阿樂發球很帥 戰兵結束比賽繼續進行 目前藍隊發球12比13 一分落後給紅隊 這個前排接球 這要變穩 還要紅王 這一球就過了 這一顆球有了 反應非常的快速 這一球出界 紅隊停牌 紅隊進入了G-more點 對 14比12 Layon隊 G-more點的機會 走下就有了 其實紅隊有練習 真的有差顏 看得出來他們的明顯進步 這一球打過去 藍隊 維持住一絲的生機 芝芝給李九澤 把球拍到後面 張亭虎一個飛躍 再把球撥回來 李九澤帶殺 結果出界了 這給了藍隊一個喘息空間 紅隊失去了一個 許莫點的機會 SORRY 不是 剛剛就是送球送的 我覺得不錯 剛剛那個 一個球裡面有兩次送球的機會 都不錯 追球啊 接發球 就會來 這個過往 結果人太大力送回來了 哇 現在再度戰成平手 14比14 現在要進入到Deuce 最後關鍵了 要必須兩分喔 兩分才是獲勝喔 其實紅隊 兩個局莫點都沒有把握住啊 支持這個球 接發球沒有接好 其實今天紅隊的這個球 在接的時候 位置好像都不太對 現在反而是藍隊的局莫點 也是賽莫點 Mate Coin已經是浮現了 他們占1分 藍隊結果直落2獲勝 好 這邊是藍隊的機會 這邊修正球 李九澤 這球在往前進攻 李九澤在往前進攻 現在又回到了Deuce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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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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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跟他拍個手 換人 陳漢典 在這個時候登場了 這時候突然換上陳漢典 很濃 怎麼了 而且他是換陳漢典來發球 其實在第四周的比賽 陳漢典就是最後發球出界 讓紅隊輸掉比賽 沒錯 所以他是叫了 越齒的嗎 小潔教練他跟我講說 漢典 等一下呢 方韻在發球的時候 換你上去 你OK嗎 然後我就跟教練講說 OK啊 結果小潔是 這時候換陳漢典上來發球 他也給陳漢典莫大的壓力 不過他通過了考驗 這次發得不錯 陳漢典 這個球就起來 先過往再說 3 這個球落在藍隊的場中 紅隊得分 紅隊 我覺得小潔真的滿有膽子 因為這個時候換人 而且是大家都已經熱身好了 漢典根突然來 然後要發球 所以我有點嚇一跳 沒錯 其實我們所有人都很驚訝 但是我覺得是 給陳漢典一個機會 表現自我的機會 紅隊現在又是局面點 突現了 這一球打過去 這一球 這個球沒有過往 但剛剛陳漢典非常賣力 地去救這一球 對 真的漢典完全看不出來 是乾淨 就是比賽慘地 現在雙方又平手了 16比16平手 李久哲輪到了後排了 李久哲是紅隊非常重要的攻擊手 好 吳宇威 這一球過來的救折 救得好 有運動 直接下 我們的一拳超人 加油 好 誰打 這個球打過去 加油 加油 正義 正義 結束了 結束 加油 最後一球 腳灰了 2 4 2 3 OK OK 謝謝專注 謝謝 聽我注意要聽我 好 這邊呢 繼續發球 單手就起來 接落 這個球出界 比賽結束 藍隊20比18 直落2 拿下了排球 穩合比賽的順利 4 謝謝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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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賦 Let's go 欸 謝謝 天賦 天賦 我知道雖然輸了很難過 但是我們 平常訓練已經做足夠啦 對不對 比賽本來就是有輸有贏 我們還有下項 我們再一起去努力 一起去贏獎盃 好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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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進行的隊 盤球的頒獎典禮了 那這邊呢 我想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剛剛在轉播的過程當中 發生了一個夫妻好有默契的 心靈感應的狀況 因為小愛當時就說 小潔這時候應該要喊暫停了 下一秒小潔就喊暫停 好 秀恩愛秀到我們節目裡面來 對 不過還是請小愛來談一下 兩隊在排球的表現 展員這邊要老實說 因為我們是四週前抵過排球 但兩隊真的比四週前 進步非常多 對 真的 辛苦很多 對 這個辛苦練其他兩隊 對 掌聲鼓勵 真的進步非常非常地多 我想要還是來談一下 你覺得有哪些選手 令你印象很深刻 上一次就是比的時候 可能就是物微數什麼的 比較多一點 然後可能就是 翻譯 我覺得就是進步的 真的滿多的 然後 對 我也知道就是 真的很認真的練球 對 所以 我相信 練球是不會背叛的 對 所以就是 一個是翻譯 然後還有 是 因為其實剛剛小潔在那個時刻 突然把漢典哥給換上來的時候 小愛是非常的驚訝 對 滿驚訝 因為就是那個時段 而且是漢典哥一直都沒有 就是上場 這麼緊張的情況下 讓漢典哥上場 而且是 大家都是真的 發球失誤有一點多 那個時候給他一個這麼 壓力這麼大的 發球的這個角色 然後漢典哥也是 把這個壓力跨過去 好 那我們這邊請小愛 來談一下藍隊的選手 妳的印象深刻的選手 對 我覺得藍隊 整個團隊就非常的團結 然後就是 我覺得是 正義 正義每個都是很關鍵的角色 真的 所以來談一下 你們這個練習的過程 你們在整個 包括舉球 舉球的穩定其實是最重要的 對 防守 我覺得我們防守還滿不錯 那攻擊點 假如有做到的話 就會比較得分 謝謝Tim Blue 好 我們請小愛來頒獎 排球獲勝的隊伍是 藍隊 好 好 好 正義 正義你沒有握手 每一個人給我 今天都握手 所以握到 就是握到 臉 臉 臉 今天大來賓是服務員愛 所以紅藍兩隊 接下來要比拚的是 萬眾矚目的什麼 抓球 加油 加油 下會有準備東西要操作 這邊都會心不得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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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愛家要跑的節目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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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直接拿是不是 前傑請客 一個100 太帥 一定100 大概太舒服了 所以所有人都有 藍隊紅隊 綠隊黑隊都有 謝謝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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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洪杰要來一場表演賽 天啊 太精彩了 扶元愛跟江洪杰 曾經在正式的國際賽有對戰過 是在混雙的比賽 當時是代表中華隊的江洪杰 打敗了代表日本隊的扶元愛 好不好 我們想要現實生活當中 成為了人生的伴侶了 老闆的老闆 加油 我們參加正式的比賽檢查球開 我在猜喔 誰贏了喔 回家之後說話就比較大聲 而且來自我剛剛聽在講 哇 你的節奏 看到真的 好久沒看到扶元愛 其實也很久沒看到扶元愛 足球比賽一開始的 所謂的熱身對打 其實是相當有禮貌性的 就是你要讓對方 有殺球的練習機會 那你就負責了 屏不可以擋不去 不能說我在一直練殺球 完全不讓你不練 我覺得很 你做事的要求要掛八球 很嚴格 抓多遠啊 要自你連 可以你這樣子 你手放在這裡 陳姐 沒有 我們要走正式的國際賽規則嘛 對不對 對 兩位手勢對嘴 不要這樣 下禮拜籃球 下 下禮拜放球 好猛喔 下 下禮拜網球 下 下禮拜有也有 有 下禮拜跳 你剛剛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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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賽開始 這個小小愛啊 平均過來沒有過往 你看小愛剛剛真可愛 沒有過往 也跟可愛的姿勢 小愛沒有殺 那個剛剛已經掉出了桌碗 好精采喔 好美 好 殺 小愛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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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殺 江湖今天救回來 再殺 再扣 還救回來 想要放短球 就沒過往 不斷地在殺球之後 小愛非常聰明 想要放一個短球 結果沒有過往 對啊 我會的 飛球剪掉 剪掉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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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目前江宏傑2比1的領先 一個高拋的發球 這個球滾到自己身上了 江宏傑再得一分 一個底拋發球之後變線 這個球拍面沒有 沒有殺好 對 沒有殺好 拍面沒有壓下來出界了 對 一切也沒有打到 小潔前方的這個桌上 好 江宏傑4比1的領先 沒有殺過往喔 對小愛的一分 加油 小心 沒線 沒線 對 小愛的想法 觀念都非常正確 因為這個斜線 擋住了對方的賽末點 1秒前方 1秒前方 我覺得上來好了 1秒前方 好 1秒前方 5比3 打球球技好 顏值又高 真的是 賞心悅目 哦 1秒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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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手放在你平手了 對 為什麼沒有分手放回去 好 5比5囉 我爽 這一球 江洪傑想要殺直線出界 小愛你能不能再搶下最後一分 結果回球出界 小愛就出界了 就回來 這個 放一個短球 高拋的發球 正下 江洪傑這一球竟然痛下殺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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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姐最後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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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了 最後那球殺過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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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紅隊領隊的氣勢 是 已經有展現出來 我也藉由全民新運動會 我們真的看到了 福元愛跟江洪傑啊 同場對決 真的是好難得的畫面 大家今天真的是有福了耶 可以看到他們兩個在比桌球 我真的是好久好久沒有碰球了 蠻快樂的那個時間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打桌球 桌球並不是只有體力 或者力氣的話 一定可以贏的 它是真的非常非常需要頭腦 再加上可不可以在場上 把自己的心穩定的安靜下來 我國小的時候有打過 超過三年的桌球班 小潔教練他應該更 壓力更大 然後包含就是 紅隊的每個隊員 應該都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來 雨薇啊 然後CC啊 還有停舞都不錯 包含連比例 我覺得他們在桌球上面 滿用心的練習 因為他們就是知道 紅隊的這個領隊是小潔 然後是他的準場 我們對到他的專業 然後我們還能夠贏的話 那我們就太厲害了 我們現在就是期待 創造奇蹟 那所以我覺得情能補足 我們這邊相對 對足球的訓練就比較好 情節 學生 教練還幫忙 對 所以他們其實也練滿多 我們這個禮拜的訓練下來 其實大概都 我覺得雨薇還是滿穩定的 而且他有個很厲害的 主沙發球 所以我們決定把雨薇改在 第一點 那我們女單這個禮拜 我們覺得KIMI的在訓練上 整個發揮得滿好 所以KIMI是我們的女單 接下來我們的第三點 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KIMI 對這個很好二將 配合得非常多 比利跟凱莉 他們現在的領隊 對於這項運動是有優勢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不是重點 我講過 對 他終究是不能下來打的 你們一定要記得 我們藍隊最大的優點就是 我就是專業的教練 我就是教練 我就是教練 如果今天我們過關的話 不會笑出來 凱 不用笑出來 凱 月 把費 我請來 第一點是男單 然後我們 給袁浩哥上 然後第二點女單 我們阿樂上 來 注意喔 然後第三點混雙 呃 九澤跟芝芝 好不好 然後我想就是提醒大家一點 我剛才看了他們 基礎也差不多就是這樣 穩穩的 所以在場上 我們一定要 腳先動 再打到球 我們球拍 把球打過那個網就好了 我們腳跟上 腳道再打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正常發揮 然後 對 相信我 你們場上有問題 交給我 我叫你們做什麼事情 執行人戰術 失誤都算我的 好不好 你們不用太在意 加油 加油 其實有點緊張 因為桌球是我的主場 我又不能輸的壓力 好 壓力有沒有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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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我們兩天好 對 很緊張 因為我從來沒有玩過桌球 小姐很有耐心 從1、2、1、2 都教我很多 然後我就覺得 不可以讓她丟臉 我們從節目開錄的第一天 我們就 已經有在準備 很多人就像Nikki哥也是 跟做就覺得很陌生 光是發球 掃球 撿球 哇 重複不知道這樣做了可能 我覺得幾萬次吧 謝謝 謝謝 我們都自己做 謝謝 謝謝 我們一定會見你面子 我們一定會 如果這個 我們希望 我會推比賽 我不會再玩 等一下 你做這個經驗 我會推比賽 我不會再玩 猴籃兩隊 接下來要進行的是桌球項目了 桌球項目的賽制 要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是桌球團體賽 是五戰三勝制 待會兒呢分別會比的是 男單 女單 混雙 男雙跟女雙 那每一局11分呢 先搶下11分的那一方獲勝 不過呢如果雙方 站到各自都是10分平分的話呢 則是呢要先搶下2分 才是獲勝喔 男單的部分 藍隊推出來的是胡宇薇 而紅隊則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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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單 比賽開始 有一點緊張 對 姚元昊這一球 又沒有到對方的桌子 他電力很短的時候 因為跟排球又不一樣 好 不急 不急 就是比賽場比這 比較小一點 YES 抓 漂亮喔 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來喔 而且2比2 這句說喔 胡宇薇呢 他有練了一招必殺技 是致命發球 希望他待會兒會用出 他的致命發球 這個低拋發球 球是有帶炫 所以其實如果姚元昊用 平推過去 球其實是打出界外 對 所以就是如果像 一個這樣的比賽 然後如果是緊張的時候 就往 盡量往中間打 這樣的話有點旋轉 可以就是自動的左右跑了 是 就先上台是玩到 對 Yeah 殺球啊 暫停 這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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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馬上喊暫停了 不要緊 你腳一定要 都可以 你不願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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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沒問題 就是 做你的就可以 你的絕招都還沒有了 對啊 對 對不起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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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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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發球得分 好球 好球 沒事 再來 分數慢慢逼近了 好球 他已經吃發球吃了 1 more 1 more 4顆以上了 威威已經進入了 好球 終點了 好球 好 好 威威 拿到了 男單的勝利 兩個隊長 而且男單 有多大 輸贏很快 快到沒有辦法 讓我們兩個發揮到 我們該發揮的地方 覺得蠻氣餒的 對啊 覺得蠻氣餒的 緊張 好猛喔 我的天啊 好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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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麼好 但如果他發揮得出來的話 其實他蠻厲害的 好現在進入了女單 那藍隊呢 是KIMI 紅隊則是阿樂 出來應戰 好猛喔 YES 讓藍隊KIMI 拿下兩分 其實第一分 KIMI 有令我們眼睛為之一亮 他是攻阿樂的左手邊喔 就是他的反手的部分喔 蠻有想法的 加油 加油 KIMI現在很厲害 剛剛阿樂 有幾個都是很短的球 讓KIMI疲於奔命 也算是他的很好的策略 那 這是 又過王 好球 一個殺球 一個殺球 終於看到了來殺球 而且朝著選手 朝著人殺過去 也是個策略 嗯 這個發球發 對 好球 腳先到 腳先到 現在有戰前平手 阿樂其實攻擊性比較強 但是呢 他要減低他的失誤力 就是怕不穩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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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停 站停 我跟你講 他如果每次一抬腳的時候 你就要用切 切的 對 對 剛剛那個發球發得很好 你應該繼續發 輕輕的往下 往前給就好 不用怕 還有很多注意翻手 我也說你可以繼續發哪邊 或是你想發正手 不可以 對啊 發到防守 緊張的話 就會沒有辦法發揮他 硬勇的狀態 切到桌腳 這是幸運 幸運球 來 沒關係 對 接下來9比6 謝謝 這是幸運球 好 阿樂已經進入了賽末點了 已經拿到了10分 這就是上台是嗎 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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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其實阿樂真的是滿善用 就是打短的 讓KIMMY沒有辦法去接住 所以在這個女單的部分呢 紅藍兩隊的分數 阿樂是11比6 取得了女單的勝利 哇 小金應該送了一口氣 對 所以現在呢 桌球五戰三勝至 雙方是贊成了1比1的平手 他很強耶 真的 因為我真的就是從不會打到會打 所有人看著你 所有機器就包圍著你 那個緊張跟壓迫感還是有的 覺得能打成這樣 已經超級厲害了 我們加油 加油 加油喔 Enjoy 放開來打 對 來囉 放開來打 放開來打 來囉 1 2 3 進入 九澤哥你發現 他如果是旋轉球 他過去的時候 他過來是變上旋 就是他下旋過去 他過去的時候 那球就變上旋 對 就直接打 對 你直接打 不用了 對 九澤哥其實從真的一開始完全不會 教他一兩次 然後他自主訓練 那個教練跟我說 小姐 九澤哥 自己一個人來我們球館訓練耶 我差他們太多了 我自己開始找五歲的小朋友一起打 然後就去一起跟他們訓練 他們打得很好 我都每次輸 回家打電話給我老婆說 今天有一個四歲的女生就贏我 就殺球 然後就打到我的臉好痛 就很多這種事情 但是我就覺得沒關係 如果我練多一點 我最少可以幫忙我的 我的對 你真的嗎 兩個小孩子在我手裡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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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麥大家聽不到了 等一下 我借你的麥講一下 不要畏懼 把小愛搶回來 而且我倒了沒有人 沒人住喔 真的嗎 真的嗎 我贏了小愛之後 我可能就不在紅隊了怎麼辦 沒有 不要搶妹妹的車子 是藍隊 接下來呢 要進行第三點啊 團體戰的第三場 就是混雙的部分 藍隊是由比利加上凱莉的搭檔 紅隊呢 則是九折和姿姿 Let's go 加油 穩穩的 喊聲喔 喊聲 對 拍面 穩穩的 拍面 剛剛來的一位 十五 所以現在呢 已經讓紅隊先得兩分了 準備尖發球 YES 好 快 快 快 哎呦 好球 有一點很值得告訴大家喔 因為最近在今天這場比賽之前呢 李久哲是 零基礎 他之前從來不會打桌球 他自己花時間 去道館去訓練去練習 所以才有現在的這個狀態喔 所以呢他其實進步得非常的快 而且球鋒蠻穩的 哇 講完就沒有過 哇 但其實很厲害了啦 九州哥的問小潔哪個球館 可不可以練習 然後自己去練球 非常認真 好 好 那姿姿也是 他是真的有天分啦 我覺得他是運動細胞真的 協調性也好 他沒有拋球 沒有拋球 沒有拋球 漂亮喔 6比2 球要拋球 穩穩的喔 穩穩的喔 現在紅隊已經6比2的領先了 預備 完全是就是他們的 當然是默契是重要 但是就是步伐啊 就是對球的概念 這一些紅隊比較強一點 好球 站停 站停 我要這樣子啊 或是 就是拍片很重要 沒事沒事就打你們就好了 好 OK 如果你覺得發 覺得狀態不是OK 我們正懲罰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把球打過去就好了 OK 加油加油 加油 好球 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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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壓這個就出界了 對喔 他應該先穩穩的 打在主桌上 對 對 紅隊已經進入了賽末點了 10比4喔 搖搖領先 紅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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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比4 取得了勝利 沒事沒事很好很好 對 他接下來我們男雙是我們兩位 我們這兩位非常厲害 可惜沒有再單打 不過他們各一個點也是會贏的 所以他們必須結合 那就是王中之王 沒問題了 女生呢 女生的話我們原則上 我們兩個吧 對 來 Kimi跟王軒好不好 來 加油 來1 2 3 進步 你看那這個下選球 你們就戳 好不好 一樣喔 來 女生其實就 正常冰球過去就好了 你不要發出來的人 自己會死冰球就好了 對 第四戰第四點 男雙籃隊排出來的是 張庭胡加上夏和熙 而紅隊呢 則是姚元豪和李久哲 張庭胡是小學 對 他的男選手跟前三戰 是完全沒有重複到 沒有參考的那個依據 讓紅隊不知道該怎麼應付他 雙打兩個要輪流去攻擊 切球的話 那大概會進到一個 什麼樣的攻擊狀態 然後這是我們在 在練習的時候就知道 藍雙的比賽 比賽開始 藍隊先發球 沒關係 藍隊呢這兩位都是強榜 對 不過呢其實喔 哎喲 默契是這個人沒有退開 不過就如同小愛講的 你如果越想要扣殺 要這個加壓 要出力 你反而其實出界的機率越高 好好交 那你如果心裡 沒有這麼高的慾望 你是想要聞聞把球打到 對 在這個球桌上面的話 反而會有不錯的效果 對 笑 對 笑 就是那個殺球漂亮 對 剛剛那一球你看他那個姿勢多美 對 側身 對 對 2比2雙方平小 張庭湖 發球差 1 1 1 2 2 有一個快板 直接 而且他跟張庭湖 我覺得兩個人呢 算是一個絕配的搭配 希希呢是很會殺球 張庭湖呢是專攻刁鑽 希希真的好厲害 對 希希真的很厲害 他應該可以說是還有膽量 對 不只是運動細胞 所以就是到假的時候 他就可以表 表順自己 好 李久哲這個球發得不錯 錯了一下夏合七的瑞氣 瑞氣 夏合七會球出界 但這個球發球失誤了 我覺得李久哲真的是一個 非常穩定型的選手 穩穩地打 李久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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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過去的話 那個希希他會打幾次 對 所以我們就 有機會 腳步踩好 我們就攻擊 夏合七這麼強勁的對手 他得給他們一些指點了 真的 他一起吃火鍋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說呢 我跟妳講 夏合其實就是一個 外表是花美男 真的看不出來他這麼強 真的 他現在呢 藍隊已經11分了 加油 不錯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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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發得更好 對 張平胡發球 他是打一個直拍 水 水 馬上第二板就殺下去了 完全不跟你來回了 這個發球也是 沒事 在炫 其實他們現在穩 穩穩打是 已經幾乎要 水 藍隊進入賽末點 10比5 但紅隊其實 陸陸續續練了 十幾次的桌球喔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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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潔其實很精心的 在訓練他們 這個球 夏合七沒有打過 但是他們有本事 怎麼球沒過 藍隊獲勝 藍隊呢 是以11比6 取得了男雙的勝利 所以現在呢 紅藍兩隊各自2比2 又再進入女霜 跟他逼到第4點 很厲害了 其實壓力在他們身上 小潔一定超級無力緊張 已經讓他們 基本上嚇到尿褲子 我把我全身 能給他們技術 都放在他們身上了 我說我真的真的 會走不出這個球館 最終一戰了 女霜的部分 藍隊推出的兩位選手 是王瑄以及KIMI 這一隊搭檔 那紅藍的部分呢 則是阿倫跟姿姿 女霜的比賽要開始了 紅隊能否保住 桌球專長的領隊 江洪杰的顏面 擦邊球 擦邊球 這球表擦得很好 好球 穩定 穩定 快點 這個開面是 快點 快點 好球 好球 紅隊3比1領先 有了 現在小潔的姿姿 應該還是懸在半空中 是 開局很重要 漂亮一個 鞋線 接發球接得滿果斷 阿樂準備接發球的時候 他有主動權 好球 對 不錯 連續兩板 好球 快一點 快一點 不要急 對現在得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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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艾妳在發球的時候 會不會跺腳 其實跺腳的意思就是 像我們打專業的人 一聽到球拍打到球的時候 的聲音 就能聽得到旋轉 因為就是打跟摩擦 是不一樣的聲音 好球 對 好球 好球 站停 站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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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多嘴 我以為好怕那個手指在一起 我以為好怕 怎麼了 真的假的 我真的假的 比 他的敏感帶 敏感點是 是不是 敏感點是這個 你不隨身 可是你好右手 我真的覺得這個 全發完球之後一定要 我要退 這樣KIMI才可以進哪裡 你們要一進一出 然後發完就半分鐘 進去就馬上 加油 放鬆的就是碰過去而已 這樣 好球 8比3了 這個壓下去 手高起來 不斷就往前殺他 再一陣就要聽牌了 紅隊剛剛沒有過完 我覺得我們做得配合得非常好 這就是配就是 來就是有點像排球的送球一樣 所以紅隊已經進入了賽末點 現在10比4 有六個賽末點的機會 籃球出界 紅隊拿了下來這一戰 所以在女裝的部分 紅隊以10比4獲勝 在我們的五戰三勝的 這個桌球團體賽 最後是由紅隊取得勝利 謝謝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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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太難看倒數了 來 太難看倒數了 壓力有點放下 他已經停了 他已經停了 一直放鬆才不斷 不行了 他了 他已經很棒 太厲害了 超穩 太強了 太難看倒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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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不要 要不然真的 怎麼辦 對 不然怎麼辦呢 怎麼辦 走得出去嗎 太難看倒數了 太難看倒數了 你很厚 我沒有 對不起 不用對不起 大家是個團隊 對啊 這有什麼團隊 KIMI是練習得最多的 他從完全不會 到每天發500個球 我覺得光憑這一點 他願意付出 我們應該要給他一個機會 他說不要太跑滿力氣 我們可以一點暗了 我們可以一點暗了 我們可以等了 對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 撲屁有棚不快 那我撲屁有棚不快 你 怎麼 要那都是我撲屁喔 對 姐姐團隊放男生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TBOO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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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BYE 牠們已經融合成一對 對 女生一百分之一 有些從早上射箭到現在跑 太帥了 一百分之一 幾乎零四五耶 女生一二 而且我們排球也是三個 的比賽 真的感謝我們的女孩們 他們真的超棒的 今天 你們今天的腳很痛的話 我幫你們按摩 雖然可能有點臭臭的 因為流很多汗 那時候會 因為你們是最棒的 我們是一個團隊 你們失常 我們就救回來 我已經滿開心 就是我有在進步 就是每一個分數有往上走 這幾集下來 女生素質上戰場的時候 接下來進行的是 頒獎典禮啦 在足球這個項目 那這邊先請大來賓 胡元愛來談一下 我感覺是如何 我真的坦白跟大家說 沒想到就是 藍隊這麼的厲害 對 這也是真的 然後 看小姐也是真的鬆了一口氣 他嘴巴都快得好多 那邊 他笑完了 他笑完了 對 紅隊這個部分呢 當然就是桌球就是阿樂 對 那時候其實已經沒有想到他了 嗯 想到小賴 對 對 但是我們那時候 其實因為教練就一直跟我們說 我們就是穩穩地打 所以就是心情棄合法 該拿好的球 都拿好就好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就是 這一座桌球項目的獎盃 紅隊獲勝 我們請小賴 小賴來頒獎 小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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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賴還是發表一下得獎感也好 這一座獎盃 真的不容易 我其實有害怕在賽前就是 藍隊有一位選手自稱是 藍隊 接下來呢要來宣布呢 MVP了 對 單日MVP 小賴心中有沒有一些 入圍的名單 有我現在心裡面有三個人 嗯 那藍隊的部分 對 藍隊是 他明明 有很利的指甲 可是永遠都 不要讓我們看得到的希希 希希 他是不管是哪個項目 他的心非常的近 然後可以怎麼說很 可以投入 不管是哪個項目 他都可以 就是拿出來自己的實力發揮 然後他也是沒有 起起伏伏的 就是真的很有穩定性的選手 紅隊的 紅隊有兩個人 對 對 然後一個是 九澤哥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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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握手 他很厲害 我握手 我握手 叫誰老婆呢 叫誰老婆 九澤今天整天的表現 哪一個讓你印象深刻 其實紅隊射箭的時候 他們的風真的滿大 有幾個男生的時候 但是他是唯一在男生裡面 可以達到十分的一個人 神射手 對 然後就是 還有排球的部分也是 我覺得就是 主要是他在場上的時候 我看起來有點像 紅隊的首富神的感覺 哇 所以大家 另外一個是 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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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 對 他我覺得今天 一整天的這個三項的表現 都非常的好 對 那個射箭的部分也是 桌球的部分也是 他在資料上寫的 最拿手的項目就是桌球 其實這麼寫是給自己壓力而已 對 但是他今天就是 拿了兩分 單打上跟雙打上 是 而且是打第五點 真的是我 以前最討厭打到第五點 他可以就是 把這個壓力跨過去 然後就是給大家一個勝利 對 好 阿樂 那最後 對 我們要 他也會把這座MVP 獎杯給誰呢 得獎的是 我要給 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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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講一下 我真的要講一下 不是 阿樂從早上看到小愛 就問我說 哇 你每天看到小愛 你心情都很好怕 阿樂太愛小愛了 對 從以前就是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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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MVP真的還好 不然就是我的女生 女生分給你特別不一樣 對 就是我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覺得我們的團隊 真的默契也越來越好 然後我們整個大家都感情很好 我真的覺得 今天真的是太好了 太美妙了 太美妙了 從第一集就很緊張 我就是一個鍋底 不是鍋巴 是鍋底喔 我記得來的時候 只覺得說 阿樂 拿一個MVP了吧 我就說 不要 MVP壓力太大了 我讓福元愛看見我就好了 今天聽說要去台中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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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休閉日 休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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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BAND日 好多東西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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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各位去泡個溫泉 誒 誒 觀眾一下 好 接下來這邊是一個最大的考驗 馬上進行的是一個 法夾溫 這邊已經在打滑了 有三台車已經是超越過去了 水彈身存戰 這邊站到了至高點之後 馬上就成為了對手的一個目標 夢寫中彈了 夢寫中彈了 對於紅隊的球隊經理郭果來講 好險對面的球隊經理 不是那個口一屍的啦啦隊的 小潔健王 小潔也冒煙了 洪姐太可怕了 洪姐拿槍到我頭 本節目由傅一達保險經紀人冠名贊助播出